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原來不定時的到麵店診施 當兒子忙不過來 紅火木成為最佳後援 不只會煮麵 他還懂得如何行銷 我在地下街 我就是想說 以前在百貨公司裡面 都是套餐的 這樣比較方便 套餐一克 一百塊 一碗麵 兩個菜 或是一個黃金蛋 紅火木的阿公1896年 開始在台北萬華 挑扁蛋 賣切拉麵 最大的特色 就是用炸豬皮提味 阿公就想說 不然的話 那賣豬肉的有些那個豬皮 那就我們買 又很便宜 就乾脆的買來 自己炸一炸 穿在麵裡面 所以就變化名了紅白米 美味傳承超過一世紀 第四代的紅茂園 決定老店新開 將總店移到新北市板橋 為了可以陪伴孩子童年成長 也因此紅茂園夫妻 是把麵店的地下室 打造出一個空間 在這裡孩子可以讀書 寫功課 玩耍 甚至他們夫妻倆 也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和他們相處 來 趕快 幫忙 幫忙 你螺子把它弄倒著 對 要抓螺子 而你的問題解決了 但隨之而來的考驗 是要抓住新客群的胃 海峽這邊是屬於年輕族群 占多 多數 而且他們的口味 跟萬華的口味又不大一樣 所以來到這邊 有些食材方面 或者是口味方面 會依這邊的 融餐的習慣去做調整 依不同地區的飲食習慣 紅茂園也積極開發新菜單 大膽嘗試 創新求變 擦亮百年老招牌 老變新開 傳承好味道